拿破仑为什么会在俄国惨遭失败呢 有一种普遍的观点 认为拿破仑是败给了俄国冬季的严寒 但实际上1812年的俄国冬天 同之前的几年相比甚至可以说是暖冬 1812年的第一场雪要等到11月4日才来 而法军在10月19日就已经从莫斯科撤退了 等到了12月份俄国最冷的时候 拿破仑已经率部队渡过别利金纳河 逃过了俄军的拦截 所以寒冷的天气 只是导致法军后期检员的原因之一 法军检员最严重的时候 反倒是那年的夏天 1812年6月24日 拿破仑的三陆大军越过尼曼河进入俄国境内 在这60多万的大军中 有30多万是法国籍的士兵 其余的则是法国的盟国与普总国的军队 俄国西部地区的夏天 对于入侵的法军并不友好 白天大太阳一出来 给法军一通曝晒 到了傍晚开始下大雨 把法军又浇成了漏汤机 等到天黑之后又开始大经温 给法军冻成了法棍 啥好人经过这么一通折腾 身体也吃不消啊 那时的卫生条件又不好 士兵们的一套军装 经常一穿就是好几个礼拜 由于担心遭到俄军夜袭 法军士兵们就挤在破烂的小屋里过夜 携带着颁枕伤寒的狮子 就在士兵们的脏衣服上跑来跑去 度过尼曼河大约一个星期之后 大军团中就有很多士兵开始莫名的发高烧 身上也起了红疹子 有的严重一点的脸色开始发青 不久之后便一命呜呼 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 这些得了病的法军士兵就只能硬挺 在入侵俄国的路上 不光士兵难受 麻也很难受 长途跋涉导致法军的马匹过度劳累 军马们没有足够的饲料 又缺乏休息 于是开始大量死亡 这也让法军的炮兵和后勤 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在佛罗基诺战役开打前 拿破仑的正俄大军 整体上就已经减员近一半了 在后勤方面 法军的压力也很大 当时的物资都靠马车来运输 可马要吃草 人要吃粮 补给线又这么长 所以物资在运输的途中 就被消耗掉了三分之一 拿破仑在入侵俄国之前 当然考虑过后勤的问题 他想让部队在俄国就地补给 结果俄国人为了对付他这招 实施了焦土政策 在撤退的时候 俄国人把能带走的物资全都带走了 带不走的宁可一把火烧掉 也绝不留给法军 这让拿破仑就地补给的计划泡了糖 他只好带着法军继续渗入俄国境内 希望通过占领莫斯科来逼迫俄国人投降 法军持续向前推进 他们漫长的交通线和布局基地 就需要分兵驻守 这时候俄军的清骑兵 就会找机会攻击法军的交通线 切断他们的粮道 自家物资运不上来 俄国人的物资又一点不给自己留 生着病饿着肚子还要行军打仗 就算是铁人这么熬下去也受不了 那派人去远一点的地方找吃的行吗 很遗憾这条路也走不通 那些被派出去找食物的法军 一旦偏离法军的主力太远 就会落到俄国游击队的手里 他们被逮到之后 结局会非常的惨 等到法军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到了莫斯科之后 没想到迎接他们的 居然是一场持续了好几天的大火 莫斯科总督罗斯托普钦 在离开莫斯科之前 派人销毁了城内几乎所有的灭火设施 所以法军即便想要灭火也无计可施 等到法军从莫斯科撤离的时候 就只剩下十万多人了 在他们向西撤退的路上 俄军主力就跟在法军的后面 哥萨克骑兵和游击队 埋伏在法军撤退的路上 向法军发起伏击 到了11月7日 温度降到了零下30度 几天之内 法军终究有5000匹马被冻死 没了这些马 大炮也带不走了 法军只好将大炮钉死 然后将他们丢在路边 到了12月5日 拿破仑找了个理由 把指挥权交给了缪拉 他自己带着几个将领和随从 坐着雪橇离开俄国回到了巴黎 缪拉也不愿意接这个烂摊子 于是把指挥权交给了欧人 自己跑回了纳布勒斯 等到法军残不渡过尼曼河 逃出俄国边境时 就只剩下了3万人 凭借着消耗战 俄军成功地投垮了拿破仑 可见有一个大的战略纵深 还是非常重要的